這個圓形圖比較麻煩 因為上面我是按右鍵有個圖縮文字 這個功能的話 像剛剛看到這個是新的版本才有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舊版本的話 很抱歉你沒有這個功能 我記得好像在2013以後的版本才有吧 如果你是2013以前的版本那就不OK了 把它delete掉 選它delete 所以如果你是舊版的話 你可能按右鍵新增標籤裡面 就沒有這個圖縮文字 沒有這個東西 它只有這個資料標籤 如果說你要把資料標籤放上去 還蠻麻煩的 這個也是圓形圖最麻煩的地方 圓形圖很好用 但是它就是這個標籤 你要額外再把它放上去 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可是怎麼放上去跟各位講 一請你按右鍵 這邊有個新增標籤 那如果我不用圖縮文字的話 你可以按它 但是你會發現它變這樣 這什麼 它其實是把什麼 把它的數量有沒有 把它放進來 而且底色是深藍色 四又是黑色 這看得怎麼會清楚 這樣的東西能看嗎 對不對 如果你給老闆看 或給你主管 這什麼東西啊 我要的是上面有那個 最好是有哪一區 然後它的比例 我不要數量 你給我比例 因為我不要看比例啦 OK 你不要給我數量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很簡單 一你先按右鍵有沒有 先新增資料標籤 二的話請你把這個資料圈改一下 怎麼改 點它一下有沒有 你會發現點其中一個 其他都選到 其他都選到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在右邊應該會出現有一個頁面 那個頁面應該怎麼看一下 是不是被隱藏起來 那個頁面的話叫做 在這裡 那個東西 理論應該會出現 按右鍵 這個啦 數值資料格式 出現了 就是理論上 如果沒出現的話 你該點它其中一個 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什麼 資料的那個數值格式 OK 那裡面的話呢 你就可以針對它的格式 這邊有好幾個 應該是 標籤 在這裡 應該是針對這一 特別是 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這個東西 然後呢 選其中一個 全選 然後找到資料標籤格式的最後一個 有沒有發現 預設的話呢 它是值 值的話指的是這個 可是我不要這個啊 我要換一個 我要百分比 有沒有看到百分比 有對不對 把它打勾 百分比出來了 但是我不要值 只打勾取消 而且我要什麼呢 那個東西的名稱 那個東西名稱叫什麼 應該叫做 數列名稱 不對 應該叫 類別名稱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能你按 選 插入那個資料標籤之後 按滑鼠右鍵 有個資料標籤格式 當然它預設好像我印象中 它已經會出現 如果沒出現的話 那你再按一下右鍵 然後呢 記得把原來的值 打勾取消 然後呢 把這個 跟這個 叫什麼 百分比 跟類別名稱 類別名稱 打勾 這樣就出現了 好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不夠完善 什麼地方呢 資料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是放在 這個圓形圖裡面 那有個問題 它的字是黑的 底色也是深色 這樣看不清楚嗎 所以理論上 我們一般習慣 會把它的位置 把它放到外面去 所以你可以叫標籤位置有沒有 浴室好像自動調整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把它放外面的話 那個叫什麼 終點外側 所謂的終點就是這個 這個圓形圖的外面 OK 等一下 這樣 終點外側 終點內側長這樣 終點內側 不過內側 你會發現 這個完全看不到了 有沒有 這個也看不太清楚 所以好像還是 終點外側 比較OK一點點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完成 這個資料標籤的設定 當然未來 我是希望說 最好我們這些 都可以自動化 你讓它寫個VBA程式 按一下 全部的圖都幫你產生了 那不是很方便嗎 你要怎麼報表 馬上圖就顯示出來 直接看就知道了 OK 好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按右鍵有沒有 先插入那個標籤 然後再按右鍵 點資料數列格式 然後選擇這個 應該要點 點住它 按右鍵 然後這邊就 這邊怎麼又跳開了 點這個 OK 點一下就可以了 這邊就出現了 在這裡 OK 那 直條圖比較單純 直條圖好像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底下這個直條圖 頂多是上面的標籤 這邊給它一個 這個可以把它拿掉 刪掉一下 把它關掉 那上面的那個標題 稍微更改一下 OK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主要比較難的地方就是 這個圓形圖的標籤 這邊把它改一下 點一下這裡 這邊就出現了 那至於其他功能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比如說像填滿的顏色 這邊其實也可以再設定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一些特效 像有沒有陰影 光運 這個其實 當然前面這些 不做其實也不影響 我是覺得比較會有影響的 還是在這一個 就是它的標籤選項部分 OK 試試看